徐州封县巴海母亲事件最新消息 就在墙内2月17日中午 江苏省委省政府决定成立调查组 对封县生育巴海女子事件进行全面调查 彻底查明事实真相 对有关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严惩 对有关责任人员严肃追责 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 调查组成立之后 各种党媒官媒 像睡醒了一样纷纷转发 我们来看几个大媒体的报道 人民日报发微博称 江苏省委省政府决定成立调查组 对封县生育巴海女子事件进行全面调查 彻底查明事实真相 对有关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严惩 对有关责任人员严肃追责 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 央视新闻的微博和人民日报的一模一样 一字不差 党国在宣传上从来都是口径一致 坚决听党指挥 我们再来复读一遍 江苏省委省政府决定成立调查组 对封县生育巴海女子事件进行全面调查 彻底查明事实真相 对有关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严惩 对有关责任人员严肃追责 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 中国妇女报的微博稍微多打了几个字 写道 今天江苏省委省政府决定成立调查组 对封县生育巴海女子事件进行全面调查 江苏的这一决定有助于离心舆论焦点 回应社会关切 我们希望尽快查明事实真相 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 对有关责任人员严肃追责 向社会及时公布调查结果 还受害人一个公道 给公众一个以垂定音的结论 同时 我们相信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 受害的妇女能得到精心的治疗 孩子们都能得到温暖的照护 健康平安成长 对于这个调查组的成立 大部分善良可爱的网友拍手称快 也对调查组抱有很大期望 希望能够彻查此案 也有不少头脑冷静的网友 有一个网友发长微博 写道 江苏省调查组一成立 大家立刻欢呼雀跃 宛如见到青天大老爷 让我来说两句讨厌的吧 一 不要把对正义的饥饿感 误解为眼前一切的价值 全民追问至今 遇见所有的困难 竟然都是人为的困难 杨女士遭受的伤害来自董某 更来自当地整个系统 如果和前四章公告一样 调查绅士来历 不调查当地政府 不能把弄虚作假 阻挠调查 七上南下的风险彻底刨根 那我们只能获得虚假的胜利 二 杨女士不是凄惨的个案 而是一个凄惨的典型 是荒唐角落里被拐妇女的代表 无名无姓的她们 依然在没有尽头的黑暗中 无声无息地送走一天又一天 接下来是否会在当地 乃至全国展开排查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 那解救杨女士 就仅仅是平息网络风波之举 而非法治的胜利 三 此事最幽默的是 每一个旁观者竟然都充满恐惧 明星不敢发声 媒体不敢前往深度报道 网友和大V撕心裂肺 但每天都有着 我嘴炸号的恐慌 指出错误的事 就是再做一件错误的事 这种观念不应该 再在这片土地上蔓延 不要让无力感恐惧感 成为我们的共同情感 最后还是要说 相信国家 相信调查组 保持冷静 保持关注 不接受不由分说的大快人心 这就是我们为他们 通往尊严所能做的事 请坚持 有更多网友对各种大小媒体 在这个事件的表现感到难以理解 大文称 江苏成立调查组后 你才发现我国居然有那么多媒体 但墙内善良而且可爱的网友们 显然对我国的媒体有一个极大的误解 我国的媒体从来都不是真相的出口 那些拿着纳税人的钱的党媒官媒 只不过是党国的对老百姓的宣传机器罢了 而其他的大大小小的媒体 在自觉不自觉中 在情愿和不情愿之间 沦为邪恶的帮凶 与其这样不如官们算了 而这一切在这次徐州八海母亲事件中 再清楚不过地展现 我们来看一篇网友的文章 他写道 调查组已经成立 各式各样的媒体迅速转发 你都不知道 我国居然有这么多的媒体 可是在此之前 很多媒体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哪怕直言片语 哪怕去到现场 真的是太令人失望了 我国有多少媒体 中央级别的 新华社 人民日报 央视 光明日报 经济日报 解放军报 以及常常的省略号 有些中央级媒体就连通报都反应迟钝 更别说指望他们去报道什么真相了 还有很多省级媒体 即数不清的蓝色大V 他们占着国家资源 既不为百姓发声 也不为国家分忧 看看这些数不清的浓眉大眼的媒体 举针弄得倒是不错 一家媒体好几个号 都是百万千万粉丝 可他们却不敢接近真相 也不用说敢不敢了 他们压根就不去报道 也不说不报道了 他们都不碰这个话题 全倒没看见 我们始终认为 封献声誉八孩女子事件 之所以闹这么大 之所以让公知境外势力钻了空子 媒体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 因为他们忘记了自己的初心 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 人民的声音你不传达 党的声音你也不传达 靠着退休的胡锡进放风 古爱玲的户籍问题也是 都是胡锡进在传达党的意图 这完全是本末倒置 媒体失责 媒体是什么 看看七八年的光明日报 记者是什么 看看九十年代记者是怎样报道拐卖案的 1988年9月3日 光明日报发表记者 武情因调查文章沉重的思考 对11位女研究生被骗案的追踪采访 文中最轰动的事件是 家在河南的同济大学某女研究生 于1988年2月 在郑州火车站转车途中 被一个17岁文盲小姑娘 拐卖到山东运城县后级镇 坐价2480元 买主是农民工长恩 该女受尽欺凌 71天后 该女被上海和何泽几十名干警成功解救 家人抱着她大哭 买主最终被判刑五年 该女生后来再次回到大学 患上了心理疾病 在长时间的治疗下才得以好转 后来她成为了一位普通的母亲 这是当年轰动全国的事件 2007年 导演李扬将这个事件 改编成了电影《王山》 你再看看现在 万马其音 这是党希望看到的结果吗 恐怕不是 这是人民期待的结果吗 恐怕更不是 预示不报 转发通报 这是你们的初心吗 请门星自问 我们简单评论一下这篇文章 作者说 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 人民的可爱之处 就是习惯性的 把自己和党联系在一起 试问一下 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宣传喉舌 那么宣传的对象是谁呢 不就是可爱的老百姓吗 所以正确的说法是 媒体是党和国家的宣传喉舌 而老百姓是他们宣传的 大喇叭对准的地方 当然如果作者这么写 大家也就看不到 他的这篇文章了 还有网友梳理了社会各界 在此次事件中的反应 写道 杨某霞说 这个世界不要暗了 失落了世人眼眶 天才般的预判 果然很多人都不要他了 一 明星 哪怕转个通报 说同心 保持关注 这位台面话也行啊 有不少明星还代言 地方妇女儿童大事 二 名人 名人自带新闻属性 言行容易被热议报道 这次发生的很少 导演李扬放弃毛山版权 算是一个 三 商界 承诺包治疗和寻心费 或者资助读书的并不稀奇 这次尚未看到 四 律师 我们有几十万的律师 公开谈杨某霞者寥寥 第五 复联 六 代表 只看到奖胜难发生 七 新闻 抛开内容 称得上新闻的有 吉木新闻一篇 财新网两篇 央视新闻一篇 偶尔治愈一篇 这些都是带来信息增浪的 法治日报属于评论 中国经济周刊数 发量性质 复制通报没有信息增量 不算新闻 即便如此 有较多争议的时候 复制通报蓝V也是不乐意的 拿最大词条举例 截止2月16日中午 只有17家媒体参与 但同期黑猩猩学会减指甲 却有39家媒体参与 别说深度调查 那些动辄某某评什么的 热搜一次都没看见 注 笔者不太喜欢有些评论 满嘴道德和煽情语词 欠缺逻辑传透力和洞见 分不清是抒情散文 还是论文的气质 但却经常以指气势 高屋建林给某些是定条 信息枯竭等于热度枯竭 没有信息增量 话题维持不下去 谁能带来信息增量 当然是蓝V的新闻采访 但为因此阻断网友热情 自媒体自己寻找信息 维系热度向前推进 若新闻调查早点出场 不会有这么高的热度 信息缺位也导致想象和谣言滋生 成为话题张力的一部分 假设有人给新闻媒体打招呼 不让报道 这次失策 事与愿违 唐建光的观点可谓讨巧 焦点放在人才缺乏 感慨欺凌后的黄金调查时代 回避了关键问题 蓝V步调一致 集体缺席是巧合 年轻记者即便水平不如你们 也不妨碍他们去调查 为什么集体缺席 新闻媒体经费匮乏 绝大部分只能市场化生存 对流量堪称即可 这么高的热度却无动于衷 忍其哀乐 为什么 是因为杨某侠的痛不合时宜 八 感慨 上述其类的集体缺席 可谓欺商权 这个世界不要暗了 像是某种神秘的默契 迷恨冷漠疏离的 却是那些普普通通的网友 他们一次次伸向杨某侠和钟某仙的手臂 垄断了钢铁 数不清的网友才构成这世界的主体 你们可以不要杨某侠 这世界也可以不要你们 我们简单说一句 作者的这些书里描绘了强烈的言论环境 恶劣到何种地步 在我和我的祖国的歌声中 大家都捂着嘴巴过着幸福快乐 人一般的生活 好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些网友 对江苏成立调查组的看法和评论 有网友留言 大家都是冒着被炸号丢饭碗的风险 一次次发生 在微博上还要被那些冷漠的人骂蹭热度 看到这条新闻瞬间哭出声来 大家坚持了这么多天 终于看到一点点曙光 真相不出 我们不散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看到成立调查组我竟然哭了 还有网友说 不要针对个案了 全线彻查吧 有网友留言 其实可以更早一点的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忘不要当作是被网友逼着做的任务 而是真心实意的为了受苦女性 为了人民大众 网友从来没想着和政府成为敌人 还有网友说 终于不装死了吗 请同样彻查同村和周边地区 江苏省请记住 这已经是重大舆情事件了 不要再糊弄了 有网友留言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你竟然发这个事了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还有别的女士呢 目前就已经有三个了 而且法院判的那些不准离婚的被拐卖的怎么处理 还有他们户口和身份证 是怎么办下来的 还有网友说 为什么现在才决定查 事务 六 七版本实在编写不出来了吗 作为主流媒体 为什么现在才发生 是因为已经决定了打老虎 所以才顺势一脚 显得自己在舆论监督上没有掉队吗 任何人 任何时代都可能出错 错误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不承认错误 无法远晃了才去承认 有网友留言 第四份通告里 不 省 是三级 难道是瞎说的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奥运会快开完了 终于开始行动了 一定查清事实 对违法犯罪人员严惩 还有网友说 能骂那两个志愿者女孩了吗 如果可以 请表彰他们对善良和正义的坚守 有网友留言 你让江苏省政府去查 还不如不查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还想知道 第一份公告造假的涉案人员 以及如何处理 当地还有哪些公职人员之情 女的户口是否属实 结婚证是否属实 精神病是被收留 被强奸之前就有的 还是之后有的 精神病是否属实 八个孩子DNA是否一样 户口谁办的 结婚证谁办的 经手这一切手续的公职人员都是谁 还有网友说 请彻查整个县城 而不是单单这一件事情 彻查所有的拐卖妇女儿童 贪官无力官官相互 任人为亲一系列事情 有网友留言 看来要是网民不抗议不举报 你们真的会 能糊弄就糊弄算了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希望最后 有理有据不要再让网友 发现任何不妥之处 不然下次就是中央调查组了 还有网友说 你终于不装死了 你对得起人民两个字吗 娱乐致死的国家 这次必须彻查 公信力就这样被你自己糟蹋 失去明星 你以为你呀算啥 没了人民你啥也不是 有网友留言 终于 尽快调查 江苏省委请不要让中国人含心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我要是境外势力 马上派记者对着镜头 当面问外交部 这是得给人民群众一个交代 还有网友说 中央调查组去吧 可能的话 需要带上武装力量才行吗 有网友留言 舆论发酵成这样了 才省委调查组 能让人幸福吗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不是中央调查组 我觉得不靠谱 还有网友说 先妥善照顾好那个女子吧 至少要转院到江苏省会 或上海或北京的大医院治疗吧 有网友留言 来得晚是晚了 但起码告诉我们 关注有用 只要这事没完 我就一直转发相关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没想到这种事情还大量存在于今天的中国 解决不好 一切表面的繁荣都没有意义 每个家庭都有女性 你以为铁链女离你很遥远 其实就差一记闷关而已 而女性被买后 被迫与之前的生活和思维割裂 并长期被施暴 这对女性而言 是比谋杀更罪恶滔天数倍的事情 期待这次全国人大能出台法律提高买家刑责 还有网友说 咋的还想让人夸你不成 这不是本应做的却没及时 高效 正确 处理好的事情 挤牙膏是 板死了 做个人吧 整个产业链严查严惩 针对管卖妇女儿童相关法律法规完善 严肃正式 还女性应有的作为一个人存在于是该有的权利 人类文明发展至今的众多道德约束是为了什么 别反祖了 有网友留言 先把那两个女汉了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建议全国彻查 最好是中央派调查组 鬼知道省调查组有没有性懂的兴趣的 还有网友说 解散妇联 形同虚设 有网友留言 如果境外势力可以倒逼我们法治进步 那这样的境外势力 应该得到一面景气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奥运再多金牌没几块是真正出于对体育爱好而得的 无非举国之力换来爱国 为政治加分 民间疾苦改善和进步 才是这个国家走向成熟和光明的大道 还有网友说 咱就是说以后这种为人民办事的时候 能不能快一点啊 观老爷们 别嘴上说着 身体躺着好吗 有网友留言 希望这次可以由第三方机构进入 来出有说服力的证据而不是走访 DN验证报告 哪个医院 谁签了字 人籍哪里 出生证明或户籍证明在哪 归哪个区域管辖 古林证明年龄 精神医院出具智力和精神状态评估 涉及哪些部门 哪些公职人员 哪些程序存在问题 尤其是涉及南方的法律问题 全部一一公布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各位青天大佬也终于想起来这事了呀 真是不容易啊 还有网友说 感觉这事省一级还不够 因为可能涉及跨省人口拐卖问题 如果公安部 民政部等部委参与会更有利于事件调查 关于这个我们就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请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见